天南地北谈法语 昨晚我把犬字的甲骨文给我孩子看 他们也说像壁虎 告诉他们是犬 他们也说那犬太瘦了 那么今天我给你看这个 是不是比昨天的壮 诶 长肉了 确实比昨天的犬壮多了 可是今天这不是犬 我知道是其他动物 你怎么知道 我还看出了这只动物 也是头朝上 腹部朝左 只是不确定是什么动物 你再认真看 看看它的身体有什么特征 头部又有什么特点 头部 这个是嘴巴吧 开得好大呀 身体的特征 好多横线条 难不成是花纹 口开得大 身体又有花纹 难道是老虎 分析能力不错 要能分析得先有观察能力呀 甲骨文虎 向头朝上 尾朝下 腿朝左 身上有花纹的一只老虎 金文也还有虎的形象 可惜花纹不太看得出来了 小传也不太像虎了 可是跟凯书比较接近 说文写道 虎 山兽之君 虎的本意是老虎 山兽之君 对呀 老虎是山野中的百兽之王 老虎不只是猛兽 额头还有个像王字的花纹 多霸气啊 因为老虎很勇猛 所以常用来比喻英勇威武 比如勇将也称为虎将 由英勇威武又可以引申为凶狠 譬如成语 虎视眈眈 含贬义 形容心怀不善 伺机夺取 接近老虎肯定危险 所以虎可以用来比喻危险的处境 例如成语虎口余声 形容经历极大危险 侥幸保住性命 有时再危险也要冒险尝试 正所谓不入虎学 焉得虎子 算了吧 我谈虎色变 成语谈虎色变 比喻对险境产生的恐惧心理状态 你这样不行啊 缺乏冒险精神 我怕最终搞得羊入虎口 置身于险境 必死无疑 虎是个不守字 凡从虎的字 大多跟虎有关 例如彪汉的彪 虎字做不守 有时下边的几不写 例如虔诚的钱 虎也可以表音做生符 譬如虎珀的虎 鲁获的鲁 谦虚的虚等等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陈国骏制作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字幕提供